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深夜发福利,玩扇子遭遇翻车,靳赵受得有点脱香了。 很多人都说自从遇见肖战之后彻底治好了自己花心的毛病,因为他的颜值。 因为他的优秀很难让人不心动。 其实有大部分的粉丝从来都没有追过星。 但是肖战却是个例外。 在2022年的时候,肖战经历了全网暴力。 227事件是大家至今难忘的那一年,就是在那一年很多路人开始喜欢上这个大男孩。 当别人在攻击他黑他的时候,大家反而被他的优秀给吸引了。 因为经历了一年的网络暴力都没有挖出任何的黑料。 所以他过往的经历都是非常干净的。 肖战本身就是懂得感恩的男孩,所以, 年的他特别喜欢和粉丝们分享他的日常。 每到一座城市就会晒出他所知道的美食,分享一些幕后的小故事。 所以现在大家已经养成了一种等待的习惯,等待着肖战更新等待着他的故事。 肖战还特地晒出了一段视频,算是给粉丝朋友们的深夜福利吧。 很多没有入睡的粉丝朋友有没有被这段视频给迷住呢? 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,第一反应就是他所穿的衣服,因为他是李宁的代言人。 所以私底下他的私服几乎全都是他所代言的品牌,他真的是非常敬业啊。 这一次他晒出视频却遭遇翻车,因为在视频的开始需要接住扇子然后旋转一圈。 随后就是他变身的画面,但是没有想到在视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遭遇翻车。 肖战不仅没有接住扇子,而且工作室还录下了他一连串搞笑的画面。 最后就连肖战都忍不住露出了尴尬的笑容。 不过对于这种憨憨的样子,粉丝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了。 其实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他的动作上,肖战为了拍戏一直在漂亮。 这一次深夜晒出的福利中,他全程素颜也没有任何的妆容。 穿的衣服都是私服,没有任何的滤镜和修饰,反而暴露了他的真实身材。 感觉最近他瘦得有一点脱香了,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肉肉。 明明是1米84的身高,但是从视频中看过去却非常的瘦小。 有一些关心的话语已经说腻了。 但是最后还是希望肖战能够多吃一点,那么瘦大家会心疼的。 谢谢。 并没有任何要留意。